一看伯爵夫人的容貌,便明白伯爵为什么在年轻时会诱拐她。 她的女儿大约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,她的美是属于时髦型的,金黄的头发,蓝眼睛,爱笑的嘴,一笑就露出珍珠般洁白的牙齿。 她的脸颊散发着玫瑰色的光彩,身材娇小玲珑,而那丰满的胸脯就是爱神忍不住要焚起最甜蜜的香火的圣坛。 我的眼睛再也不能从她身上移开,以前我从来没这样肆无忌惮地盯着哪个姑娘的胸部。 伯爵将我介绍给两位女士,她们彬彬有礼地向我致意。 这时少校走了过来,认为自己应当让伯爵夫人参观一下城堡,便请求为她带路,而伯爵想回自己房间去。 我便利用这个好机会向那位年轻姑娘伸出了胳膊,尽管我除了威尼斯的古老传统,并不懂其他引领女士的方式。 我的女伯觉得我这样子很笨拙,对我说,当您这样弯着胳膊的时候,您得从这边来呀,您那样不符合礼仪。 我老是招认自己不懂,又问她或许她懂得油画和素描这两门艺术吧。 她微笑着回答,或许吧,如果您到我家来,您可以看到我临摹的一张夏瓦利尔利玻璃画的亚当与夏瓦。 别人对这张画的评价很高,却不知道是我画的。 我问她,您为什么要隐瞒呢? 她说,因为画中的人物是裸体的。 我说,我对您的夏瓦特别感兴趣。 她羞涩地笑了。 我装出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,哄得她跟我说,她觉得她的亚当更美,因为她一点也没省略,亚当身上的每块肌肉都看得出来。 我说,可我还是对您的夏瓦兴趣更大。 她摇摇头说,相信我的话吧,您会更喜欢亚当的。 这样的谈话实在叫我兴奋,因为天热,我穿的长裤很薄。 她妈妈和少校离我们只有几步远,我真怕他们回过头来,我像走在针尖上一样。 好像是为了叫我更难堪似的,这小姑娘忽然故意掉了一只鞋,她停住脚步请我帮她穿上。 我跪下来,她提起裙子,我看见她的大裙子里面没穿衬裙,只足以叫我晕过去。 当我费劲地站起身来,她问我是否不舒服,我说没有。 她又叫我帮她把略微歪了的头巾整理一下,我照办了。 可她没有低下头来,使我的尴尬达到了顶点,因为她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地方啊。 可她却一点也不害臊,还问我的表链上镶的是什么珠宝。 我说这是我妹妹送的,她还不满意叫我给她看看。 我回答说表链是栓牢在衣袋里的,她不相信,因此我叫她自己证实一下,而她真的伸出了手。 我很快地做出了一个很自然但有些冒昧的动作。 她大概不高兴了,因为她一下子变得害羞多了,而且再也没敢那么无所顾忌地看我。 我们去找伯爵,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就这么难受地过去了。 傍晚两位女士向我们告别,让我们回到威尼斯后一定去看她们。 这个小姑娘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,使我度日如年般过了七天。 第八天早晨,我和伯爵离开了城堡。 同一天晚上,我去看了奥利奥夫人,她热情地欢迎了我,我在她家吃了晚饭。 夜间,我那两个漂亮女朋友给了我最甜蜜的快乐。 第二天早上,我和少校一起去找格里玛尼。 从她接待我时的态度看,我似乎真的觉得自己犯下了什么过错。 她请求我原谅拉着她,还告诉我主教很快就要来了。 她亲自给我安排了一个好房间,还希望我能每天跟她一起吃饭。 我当已是你的朋友,她亲自的爱情地欢迎来给你吃饭。 恢奇广